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做一个主题是关于你内心一直都在坚持的那件事情 它会不会有结果 那这个事情它可以包含你想要追求的一个梦想 你想要去做的一份工作 你想要去实现的一个愿望 或者是你想要坚持的一份感情 它会变得怎么样 它会不会有一个你想要你所期待的那个结果 对 那我今天准备了三组牌 分别是一二三 选好的朋友 可以下拉到下面的评论区 那边有时间节点 那没有选好的朋友可以在这边暂停 OK 我们先来看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第155索 第155索 第195索 第6索 第155索 第155索 第18索 Full of Pentacles OK 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我这边看到的讯息是 你正在坚持的这件事情 让你觉得有心无力 如果说是一个在情感上面的你的坚持 我会看到你很希望你们的关系 或者是你期待的未来的一个家庭的样子 是和和满满 就是大家很开心的可以聚在一起 哪怕是大家坐在一起看电视 看同一个频道 你都会觉得很幸福很开心 但是目前的状况 让你觉得有点力不从心 那这个力不从心的感觉就是 你会觉得就只有你一个人在努力 你拼命的是想要去维系好这段关系 想要去把它修复好 一些问题是你很努力想要去解决的 但是往往这个结果会让你觉得 并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会让你觉得有一些失望 而且我会觉得 这种失望的感觉 就是你这种期待 它其实已经蛮久了 就是你一直都在这个 努力的过程当中 它其实已经就是消耗了你还蛮多的一些 精力或者是你的情绪 它其实已经是一个处于比较低落的一个状态了 那如果说是对于工作上面的朋友 如果说你一直都想要去追求 你内心有一份那样子的坚持的话 那我这边看到你现在处于 或者是一直以来 已经有一阵子了 你都处于一个比较 比较低潮的时期 那这个低潮的时期 是让你觉得有点入不敷处 有一点会觉得你的努力 和你所得到的回报 它没有成正比 那你会觉得 当然这个也有一部分是大环境造成的 并不是因为你个人的原因 那我还看到 就是在这个事业当中 其实你不是一个孤单的一个人 你会有 你会有志同道合的人和你一起同行 但是这个 就是你们整一个的 给到你的感觉 就是你们的整个事业 它就一直起不来 它会让你觉得 我是不是应该要放弃 但是你就是舍 就是有那股韧劲 是想要继续往前走的 我看到你就是 不管刮风下雨 风吹雨打 哪怕路苏街头 今天饿一顿 你都是很想要继续坚持下去的 那我会觉得选择 如果说你内心的那个坚持 是跟你的梦想事业有关的话 我会看到 就是你会 其实你 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机会 就是 比如说 有别的公司邀请你去工作啦 或者是接收到别的offer啦 但是你就是很希望把自己 那个想要去做的那份事业 去做起来 去做好 所以你会把别的那些 递到你面前的那些机会 先放在一边 而是先去关注你 想要去实现的你的那个 自我的梦想 自我的一个价值感 嗯 那我会 嗯 其实我看到选择 嗯 事业 想要坚持这份事业 如果你继续走下去的话 你会有迎来一个 比较稳定的时期 对 我看到是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时期 我再多 我再 嗯 多 多看一些讯息 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我们内心所坚持的事情 会不会有结果呢 Spring of Swords The Tower Queen of Swords The Lovers The Devil OK 嗯 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我 我先讲 我先继续讲事业好了 那我看到你们在事业上面 嗯 像我刚才讲的 就是有很多的一些 就是感觉你们目前 还是处于一个比较 就是那个 呃 第一潮的时期 那个曲线还是处于比较低的位置 但是 只要你们坚持下去 你们会迎来 上升的通道 会迎来那个 你们想要去 得到的那个结果 呃 这个过程当中 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个 不管是在政策上面也好 还是在 你本身 你正在处理的这些 case也好 它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它会有一个很大的 一个爆发力 一个冲击力 来让你的整个事业 可能你甚至都会觉得 是不是我 都要收一收 关门 关起来了 呃 为什么让你会觉得 这些转变 然后突然之间 它就有一个契机 它就 那个项目 它又活起来了 你又可以把它捡回来做 也有可能是 一些 呃 新的项目进来 把旧的那些东西 给 清除掉 都有可能 就是有 有一个两面性 但是对于你来说 对于你的事业方面 对于你的理想 你的 呃 远景来说 它是一个好的 呃 对于你的这份坚持来说 它是一个 呃 能够让你去做出这个 呃 继续往下走的决定 是能够让你看到曙光的 嗯 对 只要你继续坚持的走下去 我是看到有希望的 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选择 就是你的 呃 不管是你 能够接收到的case多起来 你的客户也会多起来 你的 呃 就是收入各方面的 渠道也会多起来 对 那从感情方面来讲 我会看到 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你们的坚持 嗯 其实你们身边 不缺乏追求你们的人 也不缺乏 呃 条件好的人 只是你们 你们内心就是有那股坚持 你们就是很希望 很渴望 呃 跟那个人在一起 或者是想要 再把那份感情再找回来 那个感觉再找回来 那这份感情 其实曾经让你 或者是现在正在进行时 也是让你感觉很受伤的 就是内心是 很受伤 很难过的 嗯 而且我会看到 以前就是 如果说你们已经在一起过 我会觉得你们 我们的分手 也是很突然的 就是他不是 说两个人商量好了 说 好 我们 不适合啊 或者我们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先暂时分开一下 你们是很突然的就 就说分开就分开了 所以你一下子 你的内心 他其实是承受不了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的 那 嗯 要不要继续坚持 其实我看到 不管我说要还是不要 或者是排面告诉你要还是不要 你都会坚持下去 选择第一组排的朋友 你们有你们内心的那股坚持 因为 嗯 情感这个部分 不是说外人告诉你 他适合你 他不适合你 这份感情你可以继续走下去 还是不可以继续走下去 别人的话其实都没有 就是对你来说 其实都不痛不痒 最终做决定的是你自己 你是需要去从你的内心去看 你 嗯 去感受你的感受 然后才去做出你想要的那个决定 当然这个决定 他对于你来说 不管是 你会继续的 嗯 感觉又 重蹈覆辙 又回到了之前的那个旧有模式 还是说你 你可以突破 嗯 你现在的这个 情感 就是你现在 你会觉得有疗伤的部分 有变好的部分 不管是哪一种结果 对于你来说 你都是想要去再去尝试看看的 因为你心中有一份愿景 你心中有一份 还是拥有那份美好的期待 你还是希望这个人 你还是希望这个人他能够回心转移 你还是期待你和他会有一个圆满的结果 但我想要说的是 感情 其实是两个人的事情 这份期待是你的 那也是他的吗 那 你的未来是你想要的 还是他也想要的呢 所以 所以 有很多的问题 嗯 不是说 他坚持 一定会有一个 你想要 你期待的结果的 当然我也不排除说 你的期待 你的 嗯 你的努力 是 没有用的 当然我也不是这么 这个意思 就是我的意思是 嗯 你的这份坚持 他非常的 嗯 他非常的棒 但是 你在坚持的同时 我会建议你 去问一问你自己的内心 你真的确定吗 你真的是 要继续坚持下去吗 还是说 你会觉得 不管什么样的结果 你都能够去承受 你都能够去接受 你都能够去面对 对 去 嗯 问一问你自己 去听一听你自己 内心的声音 那我们这边 还有什么样的讯息 我再看一看 Chain Chain of events that will affect your life 嗯 如果说是 情感上的朋友 那我会觉得 你和他之间的那个关系 就是像锁链一样 就是 你会觉得 你们两个人已经是 就是对你来说 这份情感 你是没有办法去舍弃的 你是没有办法去抛开的 对 这个 这份东西 对于你来说 就是你人生当中的一部分了 Heart attack Heart attack over what you no longer have 当你决定 去面对你的决定 去面对 这份可能的结果的时候 其实你的内心 它不会那么的 痛 嗯 因为你 你坦然的去面对 他的成功也好 他的失败也好 你都已经做好 这个心理准备了 对 那对于事业上的朋友 嗯 我还看到 就是有可能 你们现在处于的一个 比较困难的时期 处于一个 就是大环境的一个 影响的话 嗯 有可能如果说 你是跟别的厂商拿货的话 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 嗯 沟通啊 各方面的一个交接的问题 会影响到你的 你的工作 会影响到你的 事业的发展 那 接下去 我会看到 它会越来越好 就是你的这份坚持 下去 它的整个 嗯 沟通啊 各方面的配合 它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顺 对 耶 the good news ok 嗯 做 做 如果说事业方面的话 就像我刚才讲 你们会迎来一个好的消息 嗯 或者是你们一直缺货的东西 它来货了 或者是你们一直想要去 呃 竞标的一个什么项目 你们拿到手了 之类的 那 嗯 情感上面 就像我刚才讲的 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就是去聆听 你内在的声音 去权衡一下 你能够去 接收的那个结果 它到底是 你能不能够去承受的 对 那我们这边还有 Evolution Earth Changes Climate Change Transformation 嗯 不管是你在坚持 的部分是什么 你的工作也好 你的理想也好 你的情感也好 你可能正在经历一段 比较低落的时期 比较艰难的时期 比较让你觉得 很痛苦的时期 那宇宙是想要告诉你 大地母亲是想要告诉你 现在正在 你正在经历一个 转变的时期 你在正在经历一个 嗯 革新 变革 除旧迎新的时间 当这些东西 这些困难 这些 转变 它都已经过去了以后 暴风雨过去了以后 你就能够看见彩虹 你就能够看见阳光了 Trust Leap into the unknown Have faith And move forward Believe you will fly 你要相信 你会迎来 一个你想要的结果的 尤其是在事业上的朋友 那如果说是在感情上面的朋友 你要相信你自己内在的身影 你要相信 你的坚持 你是不会后悔的 你是不会有任何的 嗯 我应该这么讲 你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些 所有的难过 所有的伤痛 所有的悲伤 其实是在帮助你 塑造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对 Growth Seek out a mentor or guide Take baby steps as you grow Be willing to learn from others 不管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 不管你现在 有多么的 嗯 感觉自己很低落 或者是 看不到 未来的 场景 看不到未来的发展 那 宇宙想要告诉你 你正在 一步一步一步的 往前走 你经历的 它对你来说 都是有用的 是为了 让你 去奠定 更好的基础 是为了让你看到 更美好的未来 有一些东西 我们看不见 但是 其实 很多东西 它都已经 为你 早就安排好了 你会看到 那个属于你的 阳光的 属于你的彩虹的 对 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那这个是我给你们 的一些 嗯 解读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 那喜欢我的朋友 请帮我按赞 转发 要关注我哦 谢谢你们 bye OK 我们来看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你们的坚持 工作 事业 梦想 情感 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 结果呢 它会不会有结果呢 the high princess the full the lovers full of chalice OK 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你们 其实我 我会觉得你们是一个 内心 很有想法的人 你们自己 我会觉得你们从小 其实就是一个 很知道自己 要什么 或者是很知道自己 要去什么方向的人 但是 你们会把这些所有的想法 所有的东西 放在自己的脑子里面 放在自己的心里面 你们不太会去跟别人分享 或者说 你们会觉得 你们就算去分享出来 去跟你们的 朋友啊 或者是父母啊 说你们真正的 内心的那些东西 他们也没有办法 真正的去理解你们 所以 你们更多的是 喜欢把东西 把自己真正的那一个想法 和 就是 对于未来的一个期许 一个愿景 放在自己的心里面 那你们会 默默地去做出努力 默默地会顺着自己的这份 出心去 寻找你们自己 其实你们一路走来 我会看见你们 一直都在寻找你们自己 可能你们去过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去旅行啊 去看世界啦 去各个城市的角落里面 去寻找足迹啦 我会觉得你们一直都在寻找 但是 就是一刻不停地去 想要去尝试那些 没有去过的地方啊 没有或者是没有吃过的东西 或者是 就是去各种各样的尝试那些新的东西 是 为了让你去 寻找到那个 或者是让你 觉得 熟悉的味道 熟悉的感觉 或者是 让你自己觉得很舒适的地方 对 可是我会觉得你好像 虽然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选择 放在你的面前 但是你好像总是觉得那个东西 它 好像不是我 我真正想要的 你还是 还是不停地在寻觅当中 你还是没有停下你的脚步 你还是觉得你没有找到那个属于你 你的那个部分 你想要的东西 那我会觉得你的坚持 是一直都在不断地坚持去寻找你自己 去寻找那份你想要的感觉 对 更多的是感觉方面的东西 或者是一直都在寻觅那个对的人 如果说是从事业方面来讲的话 我会觉得你还是在寻找那份 你真正拥有热情 拥有passion的那个 那份事业 是能够让你 就是你每天起床 你就会觉得 好棒哦 我又要上班了 就让你有那种很激动人心 很开心 就是这件事情让你很开心的 而且这个开心的感觉 是能够持之以恒的 就是你每一天都会觉得 去做这件事情是很棒的 但是好像 我看到你给我的感觉 是还没有找到这份 这份让你有激情 有冲动的事业 或者是另一个人 对 我是会觉得 你还是在不断的寻找当中 我们再抽牌看看 有没有更多的讯息 给到我们选择第二座牌的朋友 我们一直堅持 这件事情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会不会有结果呢 会不会有结果呢 我还会有结果呢 我还会有结果呢 我还会不会有结果呢 我这边看到更多的讯息是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还是处于一个比较 在寻找的状态 那我会看到在 尤其是在情感方面 你会有很多的 就是你可能 当然你自己也会有一些 有一些想法是说 我也很希望能够赶快遇到那个 我觉得对的人 但是更多的 我会看到你的家人 他们会很着急的是 想要去给你 给你安排 比如说相亲啦 给你安排介绍啦 各种各样的那种饭局啦 但是你都会把这些 介绍的那个对象都 都拒之门外 都觉得就不是你的菜啊 就不想要啊 或者是你根本就懒得去 那样子的场合 那从事业方面来看 我是看到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你们对于你们真正想要走的路 你们对于你们的天赋使命 其实是有迷茫感的 你们对于你们的未来 其实是有不确定性的 你们不是一个不喜欢做事的人 就是你们如果说给到你们一份工作 你们是能够很有责任心 很有 就是能够很认真的去把那份工作完成的 你们也是很有创造力的 很能够去把你们手头上的事情 去做得非常好的 但是这件事情是你喜欢的吗 好像对你来说 它不是 就是它并不是一份 让你能够唤醒你内在的那个 唤醒你内在的那份 那份原始的动力的那个工作 那份事业 并不是一份让你觉得 非常非常有激情 有冲动想要去完成它 想要去做它的那个 这个东西 那我这边看到的结果 你一直在搜寻 一直在寻找 一直在 搜索的这个过程当中 这份坚持 我看到的是有结果的 在事业上面 你的结果 你会迎迎来一份 让你内心非常满足 内心非常能够 fulfill你的情绪的一份工作 那这份工作 它不仅仅是 可能是它的工作环境 它的同事之间的一个 一个交流 是让你会觉得 就是让你觉得 好开心 就是大家都比较融洽 从事之间的关系 非常的好 那也有可能是一个 新的工作机会 那这份新的工作机会 是给你 能够是让你有 带着自己的一些创意的 是能够让你 运用自己的一些 本身就有的一些技能 一些想法去融入到这份工作当中去的 那另外如果说在情感的部分 我会看到你会迎来那个属于你的那个人 他跟你年龄相仿 他是一个温文儒雅 非常温柔 体贴 能够 很贴心 对 他能够去真正的明白你内心的那个想法的人 你们的 沟通和交流是非常非常的顺畅的 是能够踏去到你们彼此的内心的 对 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个你们坚持下去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再看还有什么样的讯息 可能这份坚持到了六月份会有一个结果 明年六月份 当然也有可能 对方是双子座的 也有可能 六它其实是代表一个爱 一个大爱 一个承载 是能够让你感受到这份爱的力量 是能够让你继续坚持往下走的一份力量 Marriage OK 这个marriage 如果说是从情感上面来讲 那我会看到这个人 他可能就是你的终身伴侣 那如果说是事业方面来讲 你会觉得这份工作 就是你一直都在期待的 一直都在 想要去寻找的这个理想职业 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你们继续坚持 你们自己的那份坚持 它会有结果 它会 你们会迎来很多的幸运 幸运草是属于你们的 对 OK 那我们这边还有 OK Awareness Live in the moment Be conscious of your thoughts Look for signs and guidance 有意识地去 活在每一个当下 有意识地去 寻找你身边的 给到你的讯息 给到你的一些 sign 一些符号 都是能够引领你 去坚持下去 找到真正属于你的那个人 和你的那份事业的 Dance Move your body to magic Dance with the rhythm of life Manifest your dreams Through dance Wow Move your body 让你的身体动起来 让你的 让你去继续地去寻找 你要去找的那个人 或者那份事业 不管你 从书本上找也好 从网络上找也好 现在如果说出去旅行 没有很方便 那就在网络上旅行 我会觉得 你们随着你们的动 很多东西都会被吸引过来 要动起来 Internal dance Wow Movement Wale of life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OK 又是一个Dance 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们需要去动起来 不管是你们内心的 让每一个细胞感觉到那份喜悦也好 那份激动也好 还是你们真正的从外在的行动上去动起来 都能够帮助到你们 去吸引到你们想要获得的那份结果 对 OK 那这个是我给第二组牌的朋友们的一些解读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 那喜欢我的朋友 请帮我按赞 转发 要关注我 拜拜 OK 我们来看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看看你们 一直坚持的那份事业 而且那个理想 那个人 他会不会有结果呢 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Night of chalice Two of ones Five of chalice Six of sores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的坚持 我看到的讯息 如果说从事业方面来讲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我会建议你们 要大胆一点 要走出去 你们的 你们可能就一直都在坚持 你们现在 现在手头上的那份工作 现在 你们眼前的那份工作 那份事业 因为 我看见你们 一直都在盯着 你们手上的那个被子 其实会有更多的 一些好的选择 给到你们 但是你们 还是只看着一个选择 没有去看另外一遍 那我看到的讯息是 如果说你们 一直都坚持 你们手头上面的这份工作 而没有去看到别的 别的更好 更多的机会的话 或者是你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我看到你们 其实是有一点 害怕走出 你们现在所在的 那个舒适圈 所以没有办法去做出更多的选择 你们会担心 你们现在的这个工作 如果说现在不去坚持 继续做的话 那 你们接下去的 那份新的机会 它如果没有给你们 带来更好的收入 没有给你们 带来更多的一些稳定的东西 你们会觉得 就是会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 你们会觉得生活被打乱了 你们会觉得 就是 就是整个生活 你们不知道怎么 怎么继续坚持下去 怎么样继续走下去了 会有一种混乱的感觉 所以你们与其 去选择一份新的东西 还不如就是把旧的东西 好好的守护好 好好的去 继续把它做好 对 这个是我看到的 关于你们一些 工作方面的东西 那 对于情感的方面来讲 我会看到 嗯 其实你们 就是在情感上面的 一些坚持 我会觉得你们 这份坚持 是对于你自己的坚持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会 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 我看到 其实你们曾经有过情伤 曾经有过被伤害的经历 所以你们一直 都想要去保护你们自己 你们一直都想要去 嗯 不太再 愿意去敞开你们的心房 去接受新的人 这个是我看见的一些讯息 那 呃 其实这个会 让一些新的人 他没有办法 真正的进入到你的内心里面来 嗯 从另外一方面讲 其实这个也是你的一份坚持 你对于一份 想要去守护你自己的一份坚持 嗯 对 我会觉得 其实你现在还是处于一个 想要去把你自己疗愈好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还在 你还是正在疗愈你自己的过程当中 嗯 不管是在工作方面 还是在情感方面 我都会觉得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最 最大的一个坚持 就是 在疗愈你们自己 从工作上面来讲 你们疗愈自己是因为你们害怕没有安全感 你们想要去疗愈你们自己 缺乏的那份安全感 你们是想要去寻找回那份稳定性 那份连接感 那对于情感方面来讲 我看到的那份疗愈 你们对于自己的疗愈 是对于你们过往的那些经历 过往的那些情感上面的伤痛的一个疗愈 对于你们内在小孩的一个疗愈 对 这个是你们的一份 正在坚持做的事情 那我再看一看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别的讯息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我们一直坚持的事情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5 of cups 7 of cups 7 of cups Temperance The fool Judgment 哇 OK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首先我想要告诉你们的是 你们的坚持 不管你们正在疗愈你们的安全感也好 你们在疗愈你们自己的原生家庭也好 还是疗愈你们曾经过往的情伤也好 你们的疗愈会有结果 这个结果是什么 我来具体的讲一讲 那对于情感方面 你们曾经受过的伤害 你们曾经被画下的大饼 被许下的诺言 没有实现的这些东西 你会觉得被情感上被欺骗了 这些东西 它会被疗愈好 它会让你 我会看到你就好比是一个 一个 我应该怎么讲 就是你这部分的受伤的心 你的心其实上面是有裂痕的 那现在当你去慢慢的去把它 做一个疗愈的过程 做一个修补的过程 去看见的过程 你会 你会发现有一天 当你在不停的在这条路上走的时候 你会发现自己突然变得自由了 你不再担心 害怕去接受别人 你不再担心害怕去敞开你的内心 你不再担心害怕 你的心受伤了 因为 你已经把自己疗愈好 你已经把自己释放出来了 你看见你自己那颗受伤的心了 对 那你的守护天使 他也在告诉你 你现在可以了 你已经 修复了 你已经完全的疗愈好了 那对于事业上面的朋友 你现在手上的这份工作 他对你来说 他有 我看到你在现在的这份职业上面 是有成就的 是已经做出一定的成绩来了 所以你会 你会 就是会觉得这份工作 给到你安全感 给到你稳定的收入 给到你一个稳定的 就是经济的来源 所以你不愿意去尝试 别的选择 那其实外面 他会有很多 各种各样的一个 选择给你 那这个给 这个选择可能是有公司 想要把你挖角 或者是你 你其实也想要去学别人创业 你其实也很希望 和去跳槽 去去到更好的公司 那那个公司可能会给你 很多很多很多 各种各样的一个 利益上面的一个条件 非常疯 一个非常好的福利 对 我看见是这样 那我会觉得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更多的会选择一个 让你们能够提升的环境 那可能你们会放下 现在手上的工作 去进修 或者是你同时兼顾 进修 那也有可能 你进修完了以后 你会 你会找到那个 让你觉得安全的 那个自己 你会觉得 你的整个 视角变得不一样了 你会迎来更多 更好的工作上的机会 那也有可能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在工作当中 会遇到一个 非常非常不错的机会 可能是你们被公司外派 或者是可能是别的公司 需要建立一个 全新的部门 想要邀请你过去 那我会看到这个 跟你现在的这个环境 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就是地域上的距离 那 或者是我这样子讲好了 你现在的这份工作 的努力是被看见了 所以公司想要提升你 想要让你 去掌管某一个部门之类的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你会 你会在你的 就是你现有的这份工作上面 继续坚持下去 你会迎来一个不错的结果 会迎来比如说提升啦 涨工资啦 都有可能 那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如果说你 离开你现在的公司 你会获得更多更好的福利 别的公司会给到你一个更高的台阶 平台 平台 sorry 让你去发展你的自己 那如果说 你想要跳脱出来 你想要去进修 你想要去学习 对于你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结果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对 我这边再看看还有什么样的讯息 给到第三组牌的朋友 Door opportunities are waiting for you 对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现在正在坚持的疗愈 他会有结果 他的结果都是正向的 都是好的 因为你们自己ready了 所以那些跟你们同频的东西 就会进入到你们的身边 进入到你们的生命当中 OK Love Wow 那我会觉得 不管是你们接下去遇到的那个人 还是遇到的那份工作 或者是你现在所 正在做的这份工作 你都是 你会 你会感觉到滋养的 你会感觉到那份爱的 Peacock Beware of great pride 你就是那个 你 你就 就是等到 那个时刻 就是等到你疗愈好了以后 你迎来的那个 就是你的最丰盛的时刻 能够 真正的去展现你自己的时刻 能够去把你的 羽毛整个都打开的时刻 我们孔雀不是那个 开屏的时候 然后就是展现他自己的那个时刻到了 你会迎来那个时刻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Raising above Clarity Freedom Solution Wow 你们会迎来 清晰 明确 自由 所有的 事情 他都会变得 非常的 清晰 让你们看得清楚 你们未来的方向 你们要选择的路 你们想要去 解决的方案 他都会 让你们看得 很清楚 而且是 11 Master 还有 Magic Wow Make a wish Believe in miracle Magic surrounds you 现在第三组牌的朋友 好好期待一下你们 自己的未来 好好期待一下你们所坚持的事情的结果 它会让你们的生活 有非常 Magic的变化 对 Healer You have powerful healing gifts Have faith in your abilities Stay true to your path as a healer 我刚才就说了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正在进行一个 自我的疗愈过程 你们就是自己的疗愈师 你们是能够帮助到你们 走出现在的困境 走出之前的伤害 走出之前的阴霾 你们能够去疗愈好你们自己 开启一段崭新的旅程 看到一个非常完美的结果 让你们的整个人生 有一个大翻转 对 那这个就是我给第三组牌的朋友们的一些解读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 那喜欢我的朋友 请帮我按赞 转发 要关注我 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場